中国建造世界最长大桥 一万人耗时三年艰难完工 大桥的长度更是到主要的三倍 那中国究竟是如何克服万难 修建这座大桥的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此前中国在桥梁工程领域内 已经取得了大量成就建设了 包括世界第一高桥 北盘江大桥 世界第一跨海大桥 港珠澳大桥在拟的大量工程 而其实早在好几年前 中国就已经建成了目前的世界第一长桥 它就是丹坤特大桥 这座特大铁路桥横跨五座城市 全长达160多公里 工程耗自达300亿 其实比港珠澳大桥还要震撼 为了修建这座大桥 中国付出了大量心血 一万多名工人昼夜不停工作了三年多 才最终完成了它的建设 如今它已经成为了中国重要的铁路干线 金户高铁的组成部分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中国为什么要是巨资 修建丹坤特大桥呢 这与金户高铁密切相关 2006年中国决定在北京和上海 这两座中国最大的直辖市之间 修建一条高速铁路 金户高铁 金户高速铁路由北京南站至上海洪桥站 全长1318千米 设24个车站 设计的最高速度为380公里每小时 金户高铁穿越江苏境内 并设置了八个站点 江苏因此成为金户高铁设置站点最多的省份 从丹阳到昆山 属于江苏最繁华富庶的苏南地区 苏南地区有三个特征 北京户高铁的建设带来难度 一是苏南地区处于长江三角洲冲击平原之中 地理特征为第2软土广布 运河 湖泊 水网密集 水面宽度在20米以上的河道有150余条 有的地方一公里能跨越10条河流 如果在这些运河 湖泊 河流上面全部架桥 必将极大的增加金户高铁的建设成本 二是苏南地区经济发达 土地资源极为紧张 几乎称得上是寸不寸金了 而修建高速铁路必将带来大规模拆迁安置 拆迁安置的成本会相当高 这使得金户高铁的建设成本将再次大幅度提高 三是苏南地区交通发达 路往纵横 按照金户高铁的设计方案 光是在苏南地区就将与180余条各种类型 各种等级的道路发生交叉 如何处理这些交叉 又是一件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 最终的解决方案是 干脆在丹阳和昆山之间 修建一条特大的高架桥梁 跨越整个苏南地区 这就是丹昆特大桥 丹昆特大桥从苏南地区的大地上飞跃而过 跨越所有的运河 湖泊 河流 以及公路 铁路 用打桩的办法就比较容易控制沉降 减少沉降风险 同时节约土地资源 降低建设成本 并且与其他各种交通方式互不干扰 避免与横川铁路的行人 车辆发生潜在的相撞事故 丹昆特大桥的建设堪称一举数的 以劳永逸 丹昆特大桥是经过高速铁路 丹阳至昆山段的特大铁路桥 在2008年开始贯注首分装 在2009年完成桥梁介绍 直到2011年的时候 正式开通运营 为了完成丹昆特大桥 足足有一万名工人参与工程 整个工程一共用了4500多个900吨的香粮 历经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 丹昆特大桥的出现 打破了台湾高速铁路彰化高雄高架桥 保持的世界第一场桥吉尼斯世界纪录 成为新的世界第一场桥 正常的大桥 造价自然不菲 我国总计投资300亿 一公里造价约为1.8亿 截至今天 丹昆特大桥依然是世界最长桥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 这条大桥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跨过了多个湖泊河流 而且还通过了沿途的所有农田野地等地形 换句话说就是高铁列车行驶在这座特大桥上时 全程都是行驶在高架桥上 没有一次接触过地面 那么中国为什么一口气要建造这么长的大桥呢 为什么中途到了陆地也不让高铁下桥呢 理由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当地的地形条件比较复杂 特大桥所处的区域主要在江苏境内 这片区域水网密布 河流湖泊连为一体 当地的土质也因此较为松软 容易出现沉积等情况 而高铁对于地基的坚固程度要求非常高 如果的基在长时间运行时出现沉降 就会导致铁轨不平 给高速运行的高铁带来致命的风险 为此中国工程师在规划金户高铁时 就提出在这片区域建设一条长100多公里的特大桥 好规避地面的影响 大桥虽然也建设在地面上 但是大桥的桥灯却可以做特殊的加固 比如在建设于松软地面之时 大桥的桥灯下方可以打上结实的钢柱和水泥柱 与地表松软泥土下方的坚固泥土和岩是固定柱 然后在其上建造桥灯 就可以让桥灯避开地表松软泥泥土的影响 保证整个大桥和其上的高铁轨道的稳定 这样高铁就可以在地表土质比较松软的地区行驶 而不需要额外花费太多资源用于加固路基 只需要以高标准建设桥灯就可以保证运行安全 此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这条特大桥通过了江苏的几个主要粮食产区 如果直接让京阜高铁建设在地表上 显然会占据大量的粮铁面积 给当地的粮食生产造成影响 而高架桥的桥灯总占地面积要比铁路路基占地面积少得多 因此建设高架桥占据的土地面积要少得多 对于当地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小 这条大桥的建成再次让全世界看清了中国的强悍基建实力 也让外国专家意识到 中国建设基建工程实际上并不像西方那样以盈利为第一目的 而是更加注重工程能带来的间接效益和整体社会效益 这或许才是中国基建能力能追上乃至赶超西方的主要原因 丹坤特大桥可以说纵贯了苏南地区属平原和网化地貌 所经过水面宽度达到20米以上的河道 就达到了150多条 可以说是水网密布 很多桥柱都是搭建在水底 再加上本就处于经济发达地区 所以丹坤特大桥所经过的特大等级道路是非常多的 坑跨了公路铁路和水路 整个苏南大地这么复杂的交通网 也就意味着在建造设计的时候是极其困难 毕竟最基础的要求 就是不能和已经建成的交通要道相互干扰 所以在这里建造高铁线路本就具有挑战 毫无疑问 丹坤特大桥作为现代化高铁大桥是非常具有特色的 对我国也是有着很大的意义 要想复先修路 很多人都感觉到疑问 苏南这边的经济发展已经非常不错了 可以说自古以来一直都是活跃的经济增长点 就苏西常来说面积才占全国的0.3% 可进出口却占到了17% DDP也在全国前五的地位 还是搭建了这么优秀的大桥 这是为什么呢 苏南虽然进出口也比较大 但是依旧在发展和做共银的项目 为此丹坤特大桥的建立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纽带 可以做到加速区域内资源的整合 同时进一步推动了交通发展的优势 毫无疑问直接促进了整个长三角的经济共振 并且当初在搭建的时候 正是处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 很多工程也都没有完成 交通也不如现在便捷 当时选择在这里搭建桥梁 快速发展并没有错 这些年已经在不同的地方完善了各种各样的交通设施 为此很多人也大可不必地与黑友 或者有点吃不到葡萄的心态了 不论是发展哪里 国家都是一个方向前进着 那就是越来越好 同时这里主要是连接金户高铁 丹昆特大桥的建立 显然也是保障了金户高铁的运行 就这一点来说 对于我国就有不一样的意义 从丹昆特大桥的建成可以看出 中国不愧是基建旁摩 为了修建一段高铁 可以不惜财力物力人力建设上百公里长的铁路桥 这点全世界恐怕只有我们才能够办得到 这座大桥的成功 相比而言 许多西方国家修建一座普通桥梁可能都需要十几二十年时间 中国却只用了短短三年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对于工作的认真负责 以及建筑团队 科研人员攻坚克难的不屈不挠 相信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 国内的建设会越来越好 假意时日将让世界看到更多的奇迹 而丹昆特大桥的建立 只不过是中国工业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而已 我们相信在以后 中国的技术发展将会不断地改善经济 人们的出行也将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而变得越来越便利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条件 感谢观看